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丁的评测 今天咱们来市场挑几台12 Pro 这是档口新到的一批机器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机况怎么样 这几台512架是我们跟档口打过招呼后留下的机器 因为之前是有两位粉色朋友找我们预定了两台12 Pro 咱们挑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器 经过了一年精挑细选之后 跟两位粉色朋友也拍照确认过了 橙色没有问题,咱们直接拿下 接下来还要回去测试一下功能方面有没有问题 最后咱们再过来挑一台11 Pro Max 256G 外观方面没有问题 84的电池在11 Pro Max里属于上游水平 买这台机器基本上都是比较懂行的朋友了 最后咱们再过来买些配件 蹭档口一块巧克力就准备回进测试发货了 今天在市场上拿到的机器咱们都已经带回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是两台11 Pro Max 两台12 Pro,然后还有一台13 Pro Max 这两台11 Pro Max先给大家讲一下 它们电池效率分别是82,然后还有84 11 Pro Max这款机器,目前绝大多数的机器都需要更换新的电信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它是前几代的旗舰机 在我的理解里,它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机器 大屏,大电池,然后续航还比较强 唯一可以说的上是缺点的呢,就是它不支持5G的网络 目前它是3000出头的一个价格 接下来的这两款机器呢是12 Pro 目前12 Pro这款机器呢,市场上现货的电池效率很多都是在80到85左右 基本上都需要更换新的电信 然后这两位客户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 然后等档口到了新的一批机器之后 我们是挑的一手的机器 然后这两台机框呢还算比较可以 然后这一台呢就是13 Pro Max 它的电池效率呢是92% 为什么只挑了这一台 因为市场上目前的现货 要么是橙色不太标准 要么是电池效率太低 否则我们标准呢挑了一下步 只有这一台比较合适的机器 为什么没有12 Pro Max 还有13 Pro这两款机器啊 要么是价格不太合适 要么是机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只能是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市场到一些新的机器 咱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机器 如果说是对机器感性的那种朋友呢 找到我们其实也很简单 可以点击我们头像 或者是给我们发送C信息都可以